拜登蒙了,对中国展开歇斯底里反击,什么情况?据美国媒体报道,当地时间2月29日,美国总统拜登以所谓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为由,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展开调查,美国政府要调查什么呢? 拜登的说法是,是中国将包括不公平做法在内的方式,主导了未来的汽车市场,如果让中国汽车充斥了美国市场,将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,他还宣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加以应对。 拜登所说中国的所谓不公平的做法到底是什么?其实拜登所说的不公平做法,其实一切都是借口,真正的原因就是,美国没有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,甚至美国连自己建造大型的新能源电池厂都无法自己完成,都得与中国的电池企业合作来实现。 为什么得与中国的电池企业合作?因为中国的新能源电池企业质量好,价格低,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重大优势之一。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,中国内部汽车企业卷得极其厉害,譬如在一些车企还在研发自己的新车,本来准备在市场上大赚一笔石,优势企业不但疯狂降价,甚至还在原来基础上加上更先进的配置,一边降价一边加配置。 这就是技术的大不前进,大家还记得德国大众汽车的桑塔纳校车,曾经在中国畅销二三十年吗?那个破车之所以能在中国畅销二三十年,最根本的原因就是,咱们自己的传统能源汽车产业一直没有进步,人家才能用一个极其落后的车型压我们二十多年。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,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内卷的路上越走越远,甚至狂飙了起来,而在中国车企彼此狂飙竞赛的时候,不知不觉把全世界都甩在了身后。 我这么说可能又有人不信了,那咱们就拿实际来说是,首先出口数据说话,中国汽车整车出口数量从2009年的37万辆,一直到2020年还在100万辆附近徘徊。 但是从2021年,中国汽车出口突然增幅超过百分百,高达219万辆,2022年又增长到了340万辆,2024年就超过500万辆了,这还不包括零部件的出口。 中国在202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大国,这数据疯狂吗?对于一个一直由发达国家垄断的市场,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市场来说,这简直是破天荒的事件。 其次咱们以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来看,最近包括德国、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放弃了原来已经定下来的减排目标,自己曾经承诺过的东西,自己打脸给吞回去了。 整个欧盟原计划是2035年进手燃油车,结果现在该计划也要取消了,你认为只有西方国家自己打脸,把承诺的事情给吞回去了吗?西方著名的企业也食言了,美国著名汽车品牌福特,直接宣布关停全部电动汽车生产,德国著名汽车品牌奔驰,宣布放弃全部电动汽车计划,油车延迟退出市场。 日本著名汽车品牌丰田宣布终止电动车生产,德国著名汽车品牌宝马放弃全面电动化,还有美国著名科技企业苹果公司,原本的电动汽车项目也放弃了。 这些国家,这些产业巨头,为啥突然都放弃了电动汽车?原因只有一个,他们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败了,这不是企业层面的失败,而是从国家层面失败了。 我们都知道过去些年,特斯拉是全球电动汽车的领导品牌,然而它在美国那么多年,一直都只是技术领先,产能迟迟无法扩大,就是因为美国产业链不行,无法支撑特斯拉的发展。 2020年特斯拉在中国建厂,成功后马斯克立刻已被冲天成了世界首富,之前被华尔街大佬满街喊打敌马斯克,立刻又成了全球最炙手可热的企业家。 特斯拉和马斯克的这一切,都是借了中国工业制造能力和市场的光,当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大不前进,特斯拉也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。 拜登的歇斯底里,正是因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技术方面的遥遥领先,是美国和西方的产业落后了,竞争不过中国企业了,所以才歇斯底里咆哮,要对中国汽车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。 拜登2021年上台的时候,中国新能源汽车才刚刚斩入头角,根本没有对美西方汽车产业构成什么威胁。 然而仅仅三年时间,中国不但成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,在电动汽车领域,甚至完全碾压了美西方国家。 这谁当总统不得蒙,不但蒙了,甚至会疯了,三年实现对美西方汽车产业的超车。 这让谁都无法想象,面对拜登歇斯底里,中国为何超乎寻常淡定?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18年初,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。 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是什么心态?股市暴跌,社会舆论非常紧张焦虑,包括很多体制内的人都陷入了手足无措的状态。 事实怎么样?贸易战打了一年多,特朗普政府就开始休战了,现在回头看,美国贸易战打输了,输得彻彻底底,以什么为证? 三点证据就够了,一是中国经济更好了,美国经济更差了,二是中国通胀率非常低,美国高通胀,三是中国出口在贸易战后依然高速增长。 美国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采取所谓前所未有的行动意义不大,因为中国新能源汽车首先还是立足国内市场,中国汽车市场年销量两三千万,全球第一大市场足以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,有了这么大的市场,有了这么全的厂商。 全球市场碾压西方车企,在经历了贸易战科技战后,中国可谓是酒精沙场,美国所谓的前所未有的行动,别说对中国根本皮毛都伤不到,你美国就是直老虎,汽车产业,中国都绝对优势了,你还能怎样? 那么拜登所说的所谓安全风险又是什么?他所说的将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又包括哪些?拜登所谓的安全风险,其实若非做贼心虚,应该是不会这么想的。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,几年来特斯拉一直不愿意把汽车数据放在中国,于是乎中国智能关键部门不允许特斯拉进入,这是为了防范有风险。 然而中国整体上没有限制特斯拉,因为你不可能把事情犯化风险,不能阴夜费时。 然而大家看拜登说的话,他声称这些中国制造的汽车上的联网操作系统,会收集有关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,并将这些信息传回中国,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。 这不就是胡扯吗?你说你明确敏感部门,不让中国产汽车去也还能理解,但连正常用都不让了,那显然是犯化了安全风险。 犯化安全风险是为了干啥?就是为了打击中国汽车品牌吗?那么怎么打击? 新能源汽车,中国全产业链,一颗螺丝钉都可以不要美国的,你怎么打击?美国能做的,也只有通过阻止中国新能源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。 然而问题是,中国可以出口零配件,一样会有中国产品进入,哪怕这也做了限制,最终只能让美国市场封闭,美国也只能封自己的市场,但中国的汽车技术只能比美国的越来越强。 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淘汰美国汽车,中国为啥超乎寻常的淡定?因为拜登所做的这一切,现在就如皮肤汗术,对中国人来说,徒增孝儿,对于美国的相关措施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的资讯满满,而且反将美国一军,强调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,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, 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,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,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、信息和情报,中方已经率先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,如果美方真的关心数据安全,可以公开支持中国的这一倡议,或者做出类似的承诺。 你美国不是关心数据安全吗?那就支持中国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,美国敢骂,因为中国所提出的安全倡议,就是将全球的数据,放在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安全框架下,美国天天搞数据收集和隐秘情报,天天侵犯他国数据安全,又怎么可能支持中国的倡议呢? 感谢观看